那個就是一個 廖伯仔的行為 秋寶寶寶廖伯仔 拿玻妞開刀夾睫毛 他一起空腦去看了他一下 晚上回家 因為他媽媽就問他說 爸爸今天中午有來看你對不對 他說 沒有啊 他在跟別人聊天 他沒有在看我啊 他說 我有指導 就是 去看他就一直看著他 那個就是一個 廖伯仔的行為 果然女兒還是站在媽媽那邊 就會模仿媽媽的一些舉動 而且覺得梳妝台這個地方 實在太有意思了 不會夾睫毛 他今天只要拿那個 那個什麼 玩具裡面 就是醫生用的那個鑷子 他要去夾睫毛夾他妹妹 對 他用來夾我 但我讓他不要夾 所以他去夾他妹 如果太侵犯他 我就會咬他 我就會咬他 上回修爸精心準備影片給老婆 父親節開了 最愛你了 父親節修爸喊話 這件事還蠻想換車的 他會畫 他覺得是卡片的紙張 然後送給我 其實差不多耶 都是會 對 鬼話扶一聲 小卡片 然後貼了幾張貼紙 然後就說 這是卡片要送給你 我們一定看不懂 那跟父親節有任何關聯